quindi 很多人都問 之前我感染過 COVID 感染過康復後,還需要打針? 不用吧 現在最新的建議 都是認為打疫苗比不打好 大家都知新冠肺炎有重症有輕症 重症的好一點 因为免疫反应好 身体的抗体比较强劲 保护能力相对都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是轻症的话 有证据显示你的免疫系统 那个反应就未必很强 就是说你好了之后 未必能够保护得很好 也未必能够保护得很长时间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我的影片 Lovavax的疫苗研究 在南非那里做的时候 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南非变种病毒在那里 有些人真的感染过Original病毒之后 好了之后再感染南非新变种病毒 就是说天然的感染 未必能够上疫苗的保护那么好 因为我们知道打了疫苗之后 尤其是MRNA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强 你打了两针这些MRNA疫苗 都很肯定你的保护是足够 和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有些人会说我感染过了 有抗体再打得不行 大家要知道这些疫苗研究里面 有一部分人是曾经感染过 都是参加了这个研究 我们也有些证据显示 这些人虽然说有些抗体 但是打了疫苗之后 抗体会升得更高 保护得更加好 所以现在这一刻的建议 即使你感染过 都是建议打疫苗的 大家都很关心 疫苗引起严重过敏反应 我这里提提大家 这里讲严重过敏反应 就是那些 比如说 会突然间 肯定会肿成了 面肿 嘴肿 咪咿腸 气喘 血压低 入医院那种敏感 不是说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训练问 人家有没有敏感 很多人都说 有啊有啊 我有敏感的 我吃了某些药 我就有些臭尺 那些不算 是那些严重的过敏反应 就是入医院有危险性 如果你真的曾经有过这些反应 那就要特别小心 原因呢 就是因为新冠疫苗 以那两种mRNA疫苗来计 就是Briantat 福别泰 Moderna 这些疫苗 产生这些严重过敏反应的机会 大概就每100万剂 就有3至5个左右 那这个呢 就比起 比如说流感疫苗 通常100万剂 只有1个 是多了一点的 但是仍然都是相当少的 倒在这些 打了这个新冠疫苗之后 发生严重过敏的人 多数都有前科的 那就是说 他以前呢 曾经吃过某些药 打过某些针 打过某些疫苗 或者甚至说 被蜜蜂针了之后呢 就曾经有过这些 这么严重的反应 严重到一个地步呢 有些人可能要拿着那些 Epic Pen 就是说 随身那些 Adrenaline 那些肾上细数 真的随时发生这些反应呢 就自己 下吉一针到大腿那里 就立刻控制这个症状 这样的 那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呢 那你打新冠疫苗的时候 风险是大了 那你当然 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医生 知道了 那你要跟他呢 就个别商议 看看你呢 真的适不适合打 那才做决定 如果他决定 你都应该打的话 那你打那天呢 打完之后 要留在观察的时间 要久一点了 要确定你呢 完全没有过敏反应 才放你走 那就最安全 这个是好问题 很多人都问的 这些疫苗呢 打了之后 最常的副作用就是 打针的针口痛啊 或者有些是周身骨痛 关节痛啊 累啊 发烧 发冷这些 很多时候 那些人都会问 喂 那我可不可以吃少少那些 迫尔色痛啊 普通的那些 那些呢 有些医护人员呢 就建议你不好的 因为呢 曾经有少少研究 不是新冠疫苗 那就是总之是其他疫苗了 做过呢 就说 那些人如果是打针之前 吃定的那个 退消药 那些迫尔色痛呢 如果他吃定先 跟着打针 就发觉呢 之后那个抗体反应呢 好像呢 就没有那么理想的 那我说没有那么理想 不是说没有啊 就是说 他说没有那么理想 是不是这样 没有那么理想 就代表 打完这个针之后 没有保护效果 打完这个针之后呢 一样会感染那种病 那样 不是这么说啊 所以呢 其实 支持这个说法的论据 都不是很强的 那可以这么说呢 大家现在接受的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打完针之后 很辛苦 发烧发冷 骨痛头痛得很重要呢 就吃一点点薄热色痛呢 应该是没了口废的 那可以老实说给大家知道呢 群体免疫 要多少%的人免疫才能够达到呢 都很难下一个定论的 很在乎呢 就究竟社会里面 有多少人感染了啦 又有多少人打了疫苗 有那个抵抗力啦 那也都在乎呢 会不会说 中间呢 有些传染力很高的新变种病毒 走了出来的 那但是一般估计啦 应该呢 就一个社会里面 70%到85%的人呢 都是有免疫能力 那之后呢 就应该那些公共卫生措施 比如你戴口罩啊 就是限聚令啊 隔离啊 隔离啊 各样呢 就可以成功呢 取消 那但是大家呢 要知道这一样东西呢 不是一个 不是说 一是有 一是没有 这样的现象 那大家可以看到意识 你就知道了 就是说当你打疫苗的人 这些人数呢 加起来 有20%的人有免疫啊 到30%啊 到50%的人呢 慢慢增加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 严重的入院的个案 死亡个案呢 就一直这样降低了 那现在我们已经有 很多种的疫苗 可以选择啦 如果大家真的 不是那么抗拒疫苗的话 那注射的过程是顺利的 整体来说呢 2021年是比较乐观的 大家可以恢复一定程度的 正常生活呢 应该又可以预期的 你终于鼓起用了 你呢 打了针了 恭喜你 但是呢 你又不要高兴得那么早哦 那之前呢 有以色列呢 就做了一个研究 他呢 就发觉呢 那些人打了第一针的疫苗之后呢 头那八天呢 他那个感染COVID的机会 大了两倍 就是有以色列网友 告诉我 就说以色列人呢 就是 性格是这样的 他打完针了 很多人呢 就立刻去开派对啊 那样 不戴口罩就到处玩啊 那样 就是忍都忍了这么久了嘛 这些高危活动呢 就会增加了 他在打针初期 当那个免疫的反应呢 未开始的时候呢 已经感染了COVID了 那实际呢 他这个研究呢 也都发觉呢 就这个疫苗 打了头14天之内呢 那个保护呢 是零 那个保护效果呢 就要是打了 比如第一针呢 14天之后呢 慢慢才开始的 那就一般来说呢 就比如以那些 mRNA疫苗来说 Biontech 肯必泰 或者Visor这些疫苗 Moderna 这样算也好 打了第一针之后 两至三个礼拜呢 那个保护效果就开始会上去的了 那到打完第二针之后 一个礼拜 保护效果呢 就会去到最理想的状态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 如果打完针之后呢 都要小心一点 那很多人就会问 打完针之后 还用不需要戴口罩呢 这件事呢 就 depends 那大家都知道呢 这些疫苗呢 就预防一些的 有症状的COVID呢 就效果很高的 mRNA疫苗那两支呢 就去到95-94% 那但是呢 就预防一些 没有症状的感染呢 就不是太肯定 刚刚呢 英国有研究呢 就发觉在医护人员身上 打了这些Visor疫苗呢 它是可以预防到一定程度的 无症状感染 但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理论上 你打完疫苗之后 都有机会感染到你 但是你感染了之后呢 是完全不知道 或者呢 症状很轻微的 那所以 如果你是完全自私的话呢 你打完两剂 这些这样的 mRNA疫苗 一个星期之后呢 你是可以不戴口罩的 你是没事的 但是呢 你可以传染其他人的 如果你感染到之后 那所以呢 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人的人呢 都建议你打完疫苗之后 就打齐了都好了 都戴着呢 口罩一段时间 为了保护你身边的人 直到 直到呢 整个社会已经达到群体免疫了 到时呢 大家就应该可以安全地脱口罩 那我呢 那我呢 将有cancer 和有这个免疫系统病的人呢 就归在一类来说 因为有些共通点 cancer当然大家都知道 那么 免疫系统的病呢 就包括一些 红板狼瘡 雷风湿关节炎 或者有些人呢 需要长期吃一些雷固醇 或者有些人是做完那些 器官移植手续之后呢 就要长期吃一些 抑郁免疫系统 就是防排斥那些药的人 就是这类人呢 如果感染了新冠肺炎呢 风险是会大一些的 所以呢 就一般都会觉得 这些人是打了针的好处会大一些 那实际上呢 也都看不出呢 这个新冠疫苗 对这些人有什么风险呢 其实这些人的风险呢 比如说癌症的人 很多时候会做一些治疗 做化疗 就会令人的抵抗力比较弱一些 如果那个疫苗呢 是一些我们叫做活的疫苗 就是有些叫做减活疫苗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那这些Live attenuated vaccine 如果打了在这些人身上 那正常人如果正常抵抗力呢 打这些针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麻疹或者水痘 这类的疫苗 普通人打了就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这些人呢 免疫系统比较差 那这些就是弱了 但是还是活的病毒呢 打了下去之后呢 有机会引起那个病呢 就引起很大的问题 但是so far来说 我们现在市面上 用的新冠肺炎疫苗呢 是没有这类的减活疫苗的 所以呢 其实就不太担心呢 就打了疫苗之后呢 会引起COVID 那这样 那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其实呢 在这类人身上 我们担心呢 就不是担心 疫苗安不安全 而是呢 我们担心呢 疫苗在他身上 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 受到抑压 你打了针之后呢 是靠免疫系统去做事 去令到那个抗体升高 令到那些细胞激化了呢 去保护我们 免受这个COVID-19的病毒感染的嘛 那我们其实担心呢 就这批人呢 打了疫苗之后呢 那个效果呢 就没有一些健康的人保护那么好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都觉得就算弱了也好 打了有保护总比没有保护的嘛 那但是呢 这批人呢 就譬如说癌症很多种的嘛 治疗也都是五花八门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真的有这些问题的话呢 都是建议呢 和你的主亲医生呢 就谈一谈 看一看呢 在你的个别情况之下 打针的好处 是不是真的多过坏处呢